买音响, 买热门牌子的机, 谁不懂? 不过世事无绝对, 音响的东西更无绝对 如果我说有一部合并式抗音机 售价可能跟大路牌子差不多 但声音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你会否考虑或听听? 今集和大家实试一部英国经典品牌 RIGAR 踏入高级级数的合并式抗音机代表 Osiris 你不要看它的样子这么平实 它的声底, 推力, 音质 每一样东西, 与你心目中的一线品牌合并机相比 有不少地方赢 一齐和大家试完这部机, 你便会明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人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实试的产品是英国 RIGAR 旗舰合并式抗音机 Osiris 一部, 起码一样实力经营的抗音机 正式介绍之前, 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 YouTube 频道 你的赞好留言和订阅 会帮我们将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好了, 这部抗音机 这部抗音机, 我开始打算没有什么发生 又没有解码又没有串流 又不是高头大码 又不是重到不得了 但当你了解它时 发觉原来它有很多东西 还有, 其实它的功能都很齐 由开箱开始看看 看 它的盒子不是很大, 但真的很重 在盒子上写着 也很清楚写着主板英文 旁边拿着, 规模也很重 规模也很重 挺漂亮的英式13A电源线 行行行 你们看样子 没有想过, 为何会那么重 好, 开完 跟大家介绍一下Riga Riga 是一个英国之心的音响品牌 是由Ron Gandy 在50年之前创立 它们一出抗音机 都出超过32年 而Osiris 就是它们系内的 第一部超级旗舰的合併式抗音机 全机身是用航天铝材制造 用CNC 精工切割 看看机面 机面是简约到不得之了 没有东西可以调整 知道有什么可以调整 梳式选择键 和窝琳 不是吸障色窝琳 是唇的窝琳 开关键是这样的 好, 看看SPEC 功率是8含时162W 4含时250W Direct Input 时 放大真影有44dB 机身尺寸相当标准 不太高 不太大 重量25.6公斤 看看机背 机背非常简单 先看右边 右边IC电源插 230V 上面有2支Fuse 接着是Binding Post 大家要留意 这样放一对喇叭 这样放一对喇叭 不是打直 是打横 接着是Record Output Direct Input 以及Record Input Record In Out 我就不说了 现在没什么用 Direct Input 就是AV Bypass 有Remote 里面有一个按钮 就是AV Bypass 然后这里有4组立体声模擬 RCA 输入 英国机 不是贵也没有 就是有Balance Input 立体声模擬平衡输入 其中平衡输入 是被有英国Solder 输入变压器 机背就这么多 简而清 一打开之后 迷底终于被揭开了 为什么 这部机这么重 而重量分布这么平均 佳因它有2个玩偶 老实 合拼式抗音机 有多少部机 是会用2个牛 给2个声道 如果是2个牛 基本上它就当是Monoblock 这种火牛是厂方特别订制 400VA 的火牛 两种都是 用对称方式安装机身 而这种独特的安装方法 令火牛的震动 不会存置敏感的音频线路 每声道的电解电容 有4万mL 全部是用上厂方 都是特别订制的 K-POWER 电解电容震 前级方面 很有趣 是一个无缘的部份 来做音量控制 音量制是Apps 的 Bluevalent 电阻衰减窩 亦相当高级 这个音量控制 拥有低失真 线性 和频宽广的优势 经过音量控制后 直接把信号送到后级 作单一级放大 后级方面 就是用全平衡的放大线路 再用上8粒 配对过的日本西近攻略管 再配合极度高速的开关式 护回书线路 提升低频的控制力 亦用了超高速的整流耳极管 为器材提供极干净的直流电 旁路和退偶位置 亦用了Nichicom 的宝品级电容 机内亦用上厂方自家的高品质电源线 另外除了抗音机部分外 输入切换 机的Display 微控制器和保护电脑 都有自己的专用供电 是确保每一个部分都有纯正的供电 不会互相干扰 好老实这么多了 为什么它不做大一点的机箱 是不是有点逼迫地呢? 不过英国的厂是这样的 好, 现在录制这个Rigar Osiris 合拼式抗音机 特别是ATC SM-19 所以是很好的英式套餐和考验 LIGAR OSIRIS 唯一录音机 FIRIS 唯一B 第 gasain机 芯 作诺 词款机 买 唯一C bo-5 下一条区 F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KiOOSIRIS 唯一C KoOOSIRIS 唯一C PYOOSIRIS 唯一C KoOS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OOSIRIS 唯一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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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